俗话说岁月不饶人 演艺圈中不少中间力量都已经无可奈何的不如中年或老年 但是出于不服老的强烈信念 不少明星们会假公济私的在角色中找回当年的倩影 角色庄嫩引发最大争议的莫过于刘晓庆 当年以接近50的岁数相继演绎了多个少女角色 从风华绝代到武则天再到陶之恋 刘晓庆饱受庄嫩的骂名 连应该感同身受的圈内人士对此也是意见不一 除了以演技和造型来续写不老传说 更多的明星则是从内而外的散发出一股股逼人的青春气息 比如林志玲 加油 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 可以吗 请允许我 有人认为三十又三的林志玲 以史无前例的娃娃音冲破了年龄对艺人的束缚 但事实上圈内的祖师爷比比皆是 以年过六旬的台湾艺人攻雪花 时至今日走的依旧是青春妩媚路线 而走进非常有戏的她 更是嗲得能让林志玲都甘拜下风 等会就会嗲得不得了 就是把那个骨头都嗲肃了这样来唱 环顾演艺圈 一打打从八十年代就闯入我们视线的明星 如关芝林 刘嘉玲 张曼玉 都已是走在了四十这道门口旁 但美光灯下的他们依旧不见岁月的痕迹 与此同时 整容拉皮注射阳胎素这些原本很陌生的事情 也因为某些明星而渐渐成为熟悉的单词 但对大家来说 保持如谭校长一样永远二十五的年轻心态 或许比美容保养化妆打扮更来的事半功倍 希望你们跟我一样永远的开开心心 永远的二十五岁对不对 东方新娱乐综合报道